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5日,这是今天第一场播报的演评节目,我们来看看最新消息,一个是习近平写了一篇文章,求是杂志发表,求是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红旗杂志,叫两报一刊,人民一报,新华社,这个刊物就是红旗杂志。 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臭名昭著了,整天撒谎吹牛,编故死,被中国搞得十年动乱,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把名字给改了,变成实事求是,叫实事求是,确实,后来这个,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啊,主要是华国锋时期啊,华国锋扭转的啊,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啊,部分教训啊, 呃,现在又倒回来了啊,习近平把这个改革开放年代的成果,政治的,经济的,全部给他搞掉了,呃,今天他发表这篇文章题目是,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呃,不用打开了啊,一看标题就知道了,什么传统文化,我一句话就概括了,他要搞帝王治理, 坚决不走西方的这个,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不搞这套东西,也不搞什么呢,民主宣传,呃,领导人就是他了,他就是皇帝,现在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为皇帝了啊,把中国搞得到今天这个底部啊,这篇文章是给大家洗脑的啊,一种欺骗吧,今天海外的万维网一篇文章写的挺好,那就是,看中国网站发表的啊, 万维网站发,特务秘书治国,中国错乱政,进入了新时代,为什么会出现秘书,呃,特务这些人身官治国呢,就会这有关系,政治体制有关系啊,因为这种体制把权力啊,全部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呃,所以呢,就是容易自身腐败,有了腐败,这个党啊,这些当官啊,既贪婪又伪善,在假装连姐,所以呢,他这个, 在权力失去之后,遭到整数,啊,就是搞成了怎么办呢,就是选自己的秘书,你看,习近平也是这样,秘书出身呢,他不原本就是秘书出身,耿彪的秘书嘛,在部队混了三年啊,那么,李强也是他的秘书啊,丁薛祥也是,啊,过一会儿你们会看到,丁薛祥今天有大动作啊,呃,是新华社第三题,丁薛祥会见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海地,达威尔, 美国现在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一个国家了,是吧,他不敢和美国公开翻脸,美国也挺重视中共的,互相都有点怕,有点打醋啊,所以在呢,还在这互骗啊,实际上已经敌对了, 那么,你看丁薛祥的报道呢,既有图片,又有文字,还有视频,等同意了一枪,从武总义上讲,给我的感觉似乎习近平准备了好几张牌,呃,倒不是有什么接班人了啊,信任的人很可能,丁薛祥也是亲中的一个啊,呃,你看这个,刚才没讲完帝王制嘛,习近平想搞这个君主立宪,把儿子给复制上来, 就这些东西都和西方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这就是,所以为什么会出现秘书治国,就会有关系,你各个省市都是这样,我认识好多人,你一个在医疗,东北三省的官员,医疗啊,钱随着秘书,那么,基本上全是这样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就是常态了,是因为腐败造成的,就特别腐败,因为你都干四年,八年就下来了,有了干一届,有干两届,你不用, 不可能永远谈,谈也没有条件,呃,特务之国是什么,由于谈,呃,怕老百姓讲话,披露,怕记者披露,抓记者,呃,怕官员就是举报,抓官员,抓,就变成了特务之国了啊,往往都是这个军警特县这一套,用几年政府抛弃,唐宇俊也是一样啊,这篇文章非常长啊,学的挺好,等到下一场,给大家详细接着这个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呃,你再看第二题,第二题是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啥意思啊,现在到了危机的时刻了,也在国际舞台上特别孤立,所以西方彻底已经翻脸了,呃,西方在抓中共的特,中共在找西方特,啊,你看瑞士,呃,最有意思是瑞典,啊,瑞典今天很有意思啊,瑞典这个,瑞典 今天小小姑一招接了一招,抓特务,抓间谍,今天瑞典专门有一篇文章,发广介绍的,就讲到中国一个留学生啊,在瑞典开销酒店,实际是搞这个,作为这一套,间谍特务这一套,结果抓,跑了,没抓到啊,或者是动作慢了一点点啊,不过那篇文章详细,非常详细,有故事情节,是个通讯 等到下一场我再找找,今天早上我看了一眼啊,那么你再看今天这个,呃,这是也是发广,呃,中国公布了十大间谍案,啊,呃,昨天曾经提到了,就央视啊,十个案子是康明凯案,麦克尔案,案,梁承运案,侯木某案,还有凯胜,呃,其中有一个人还枪毙了,叫黄宇,你看今天风抗啊,配合得很好啊,呃,今年4月15号是第九个 国家安全日,教育日,就是洗脑,让全民出一种恐惧当中,不敢讲话,不敢批评习近平,也更不敢结交为老外,那么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进入推出重磅专题,讲到这十年来,就十个大案啊,这十大案其实我叫黄宇的已经强力了,今天风抗网至少给详细信,就是震慑自己的老百姓,让你们每一个人的恐惧当中生活,战战兢兢, 不敢挑战习近平的权利,啊,这和毛农时代一模一样,那时候毛农时代可是厉害啊,你想和老外俩联系的就倒霉了,我告诉你,那就是,连偷听敌台都犯罪啊,最有趣是,是大连八十年代末,呃,就是,九峰和大明结,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最早就在大连的故事,因为它是十四年级,十四年级开放城市之一,就是 去深圳之后嘛,那就发现一些事,发生一些事,大连日报的老记者,老记们都知道,就我这个年龄,你们都知道啊,那么,母母母,呃,当时和我在一个部里的一个记者,呃,那人其实很不错,很淳朴,也是奉上级旨意嘛,就写了篇文章,叫,片子将为历险记, 江维是谁,不是我呀,是有一个人叫江维,呃,他是说我最早搞这个,就是和香港人和子搞这个摄影,高厢馆的,啊,在哪里搞的,就在那个清津瓦桥,那个,清津瓦桥那个,就是,那个摩电,摩电车那个,那个七点那个院,他家有个,有个小破坊啊,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房啊,不点个地方,就,其实那时候在香港, 啊,和香港合作,就搞这个照相馆,那是全国第一家呀,他也是中国第一家,呃,中港核子企业,叫江维,摄影,是搞摄影的啊,这个人,这个人现在日本搞这个,这个,发家致富了啊,就光彩最早是他搞的,就光炒,光彩就没有是他搞的,光彩事业,他怎么搞成的,我告诉你们最准确,呃,他就是,呃,联系上的这个,他和一些电影演员交往啊,像那个,呃,这个,呃, 这个,有很多演员,我不去讲,他反正善友拉这个关系啊,呃,这个,呃,就认识了省醉,你知道,到,找省醉,中共为了搞统战,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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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省醉,省醉这优惠政策, 因为我到省醉下采访了,我去两次啊,那么,呃,省醉给他找的,香港的,才核子搞的一个中港的,这个,这个摄影啊,我就参加他的那个会议,就记者会了啊,因为那时候我在新华上大连职设工作,我告诉你们,那是令人震撼,可以这样讲的话,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什么你想虽敢搞,就搞这个,这个东西,但是你和老外联系就,就很敏感的,我跟你讲, 就在这之前,大连职报文艺部,刚才讲的那个老编辑写了篇文章,叫,骗子将为离险机,在这之前,就这个人,他是最早有改革开放意识,他是,你把失学失业以后,呃,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就,见到老外,就主动拉关系,他胆了大,他就想建立这个,结果叫人家罪名叫,骗子将为离险机,你一查老大连职报的,你查那个,就是图书馆里边有, 你没看到吧,我也可以告诉你谁写的,基辅里写的,基辅里是我们文艺部的老大哥,我们都很尊敬他,他写过这篇文章,那没办法领导安排的,我是想,那个年代,你和老外联系都犯法呀,你看那个很有意思, 这个人后来叱咤风云,后来没有消息了,06年我从监狱释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从日本打电话给我,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就我出事了,因为我叫姜维平,他叫姜维嘛,这很有意思, 郭莱英,对,他挂上郭莱英了,还有那个,我先想不起的电影演员,记忆力不行了,高瓦,四星高瓦,你必须问四星高瓦,你认为是大连的姜维,他和他爸爸一开照相馆,那人挺有意思的,我先想,一想想这些故事了,我现在年纪大了,总想过去这些事,其实不对,过去应该忘记, 那么我要告诉你,现在又开始抓特务了,这个抓特务是大抓,要让中国人民,又回到了恐惧的年代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刻,人们分外的怀念谁呢,胡耀邦,今天美国新郵片非常好,叫,离世35年,胡耀邦,影响金河哉,你胡耀邦那个年代,那确实厉害,我是非常怀念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因为我和那个,有很多作家呀, 大连的作家,就关系很好,我听那些作家,因为我没参加过全国新的文代会,就文艺代表大会,文连的会我没参加,但是他参加会的人,回来跟我讲,说,作家们就特别喜欢胡耀邦,因为他是真正搞言人自由的,什么东西他都说好,知道你好好洗就行,是个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实际写,这胡耀邦,这胡耀邦如果是真正一直干到现在,中国早就变了,那就是讲经过了, 非常可惜呀,我要告诉你,但是今天美国事情这篇文章,他采访了一个留学生,这个留学生,谈这个白纸运动的起因是,16次,我认为他是判断是错误的,不是,白纸运动,习近平为什么解封了,我告诉你们,就是富士康工人的武装起因,这是没报道, 因为李克强那些官员很狡猾呀,就富士康不是都走了吗,员工都跑了,前一段时间轰动,前几年嘛,然后,隔南的官员就说,正好有一些富士康工人在这儿,他们,让他们来参加,来顶替,这一顶替以后,这个封控就起见,工人们就反了, 再加上街头站的小女孩们,小男孩们,白纸革命啊,乌龙虚重路,那是文的一首,武的一首就是,就是武装,这些武装暴动啊,只是媒体没报道,官民不敢报,习近平也看不行啊,因为军人可不管这一套,军人是拿拳头给你讲话啊,习近平只认这个了,你看现在敢报道,这个爆炸,燃烧,着火,今天好多起啊,今天常常,白天秒变黑夜,如末日景, 还有这个黄山洪水啊,这个今天事件很多啊,还有这个广西玉林爆炸,啊,啊,我今天早上看到,还有陕西汽车自然,浙江汽车自然,就电动汽车自然,一个解雷器,还有福建,啊,还有普陀山三万人被困在码头闹事,啊,这已经平息了,还有这个马拉松里在造假,啊,还,还有一期事件,基本上还有意思,在理科乡 我讲老朝是,保湿鞋,且故意撞警车,啊,关于秒变黑夜,这给大家看一眼,啊,就看一眼,这是长沙,为什么在长沙,因为长沙是毛泽东,毛泽东的带生的地方,西行正在搞毛泽东对话,这是天路人间,啊,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不是一般的天下, 在预示着一个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啊,也可能这个黑暗的时代,或许是希望,或许是希望,也说不定,啊,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手机上还有,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刚才这个,比如明天早晨,啊,我都看这个大纪元,啊,这个报道, 这里讲的是另一个世界,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样就在现场感,啊,你们看一下 两万多人混在普陀山 码头 无法输解,啊 这是浙江这个,啊,普陀山世界,啊, 呃,另外今天海外媒体分论介绍这个马拉松造假的事,马拉松是造假,看中国网站今天报道了,啊,呃,题目叫公然造假,呃,呃,北京马拉松算非洲选手酷送,何解读夺魁,给大家看一看,这今天很大的一个新闻,啊,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啊,但是他的分析没分析出原因,啊,哈哈,是不是啊,呃,呃,咱们这些这些机会脆脆牛,是吧, 你就做这个节目,啊,没有人把刷子,干不了的,跟你讲,别看,有的老的话里胡说的,是吧,我要告诉你,他没分析出什么原因,为什么三个人,三个非洲人,你讲的让我听听,这都是为了习近平满意,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不都非洲吗,他这个比赛要体现出中国第一,第二就是黑非洲这些,他就要排名亚,是吧, 今天他讲了这事,但他没讲出原因,我告诉你啊,这是为了政治需要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男子半程马拉松比赛中,虽然中国选手和解多亏了,但跑在他后的第二,第三,第四,进并排 不但整个过程轻松的跟在和解旷边,甚至呢,终点,重现前做手势,放缓,做的,就故意让这和解胜出 这场马拉松比赛公然造假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时间是4月14号上,因为本人曾经报道过好多题,我当过提报道,提记者嘛,以前没有这样的啊,以前有个别造假的少,他以前造假都是什么呢,随赞助着,那个赞助人,就赞助着企业要求随随获胜,容易造假,他这个造假是政治需要, 说不定习近平亲自下令的啊,因为习近平就玩这个名堂,特别虚荣,绝对不能让日本选手抵,更不会让美国抵,一定是什么,中国抵 第二就是黑非洲这个国家,是吧,他这里也讲到了几个国家,你们看这国家都是习近平一带一路,赞助的,或者是这个关系超好的,这些非洲的选手啊 其实这些选手应该是他们当中有的人应该是跑得比较好,因为他们的体能,你想在大都知道黑点是吧,在大森林里奔跑啊 你看这里健身房全是黑人版,我每天健身呢,去游泳啊,和他们混熟了,全是高大,你看那健身房里边那些隔板啊,那些篮杆放衣服什么都够不着 你这个哥都够不着,因为人都一米八以上啊,包括那个台子,你当着总裁去看,那台子都很高 你连垫脚这样就包起来放上去,这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啊,就是习惯的,这是小事 那个三个选手的时候呢,索比亚,肯尼亚,还有呢,这个肯尼亚是两个啊,你看,真的需要 因为你引力举办这个体育局,那都听命上齐啊,都讨好上齐啊 今天新闻很多,回到这个新华社 刚才讲到丁学祥嘛,丁学祥是第三个报道,是讲这个外事活动啊,给他的规格非常高啊 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要中共要摆平的,对吧 你看这一次,这个霸易冲突啊,大家看这儿了,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 美国的作用呢,是绝对是了得的啊 在这方面,今天海外媒体都有报道啊,等到下一场啊,给大家介绍一些 其中万维网语评文章最有趣,这文章题目就是,题目就是,他调侃 果然伊朗、以色列和美国都说自己赢了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篇文章啊 你看,美国还有这两党斗的问题,就是川普和这个老拜登两个啊 今天万维网语文章也很好 讲到全美十二家主流媒体联合声明 要求什么,拜登和川普俩对决辩论 哎,你看民主政治,政治这个好,有意思啊 你可以听到不同的圈子,这个最有趣的 也就是你们俩必须辩论,到底啊,这个选谁不选谁 你们不能按下来操作啊 因为现在说心里话,这个拜登有拜登的这个优势啊 因为拜登是在任的总统,对吧 那么这篇文章其实讲到了啊 等到下一场,就相信介绍要介绍 也就是,十二家主流媒体啊,很厉害啊 西恩,福克斯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联社 等等等等,他们就要求什么呢 要求在十一月大选之前举行辩论 因为这个辩论是一种传统啊 他讲这件事啊,这个等到大长给大家详细介绍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政坛呢,应该讲是全世界充满了气贷 如果川普回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内政外交的政策就要做一些改变了 做一些调整了,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啊 甚至有的人幻想在二十小时内,还有三十八小时内就 就是俄乌战争结束了,世界就恢复和平了 到底能不能,这个很难讲了 你看第三题就讲国家救援日,刚讲国家安全 还有这个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特务,叫火眼金睛 就就让每个人处于监视之下,互斗 好,就国防大革命一样了 你看还有八十六名群众受到表扬 就你举报这个特务,我刚刚不讲到上世纪的故事了 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生的大连 就是骗子江维落网纪 你们可以问问光彩事业老板江维 现在发大财了,在日本据说是赚了很多钱 现在长得就表胖了,年轻人说挺潇洒 这挺有意思 而且我要跟你们讲,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那时候 那时候就不去抓特务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你愿意搞外商和自己企业随便搞算啥 遍地都是,你看第四题是首届中国经济热点问答 推动长江经济发展,消费引擎如何发力 这都吹牛皮 还有135届广交会 这就靠内循环了,内循环这个不是内循环了 广交会还来一些外面,你该承认 下一个是内循环,就是肖博会 展现绿色低碳消费新风产 他有他的名堂,他有金融中国银行开展100亿 原地的MLF操作 下一题是和美国打嘴杖,现在和美国要被彻底翻脸 美国在批评中共,中共在批评美国 叫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网络攻击 竟然竟然有一篇文竟然说美国攻击了他 美国说中国攻击了美国 双方在这整天在唇枪射箭的 下一个关于伊朗这个事件 就伊朗就袭袭预警 这个啊,就是诉苦 就是伊朗在打之前呢 不光是告诉美国了 其他国家都告诉了 就这个意思,要不习近平受不了 你告诉美国,那么美国是老大 听说美国老大 美国受,伊朗侵蚀了所有的国家 包括包不包含中共 咱不太清楚啊,你看他受不了了 还有以色列会如何报复伊朗 以色列你不能说就直战了 可能还要采取别的办法 全世界都瞪大眼珠的看这个事 白宫称美国不会参与 就美国不想参战 为什么美国不参战 是我看到很多分析文章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美国要把这个战争的主力 主要的精力,枪炮子弹 这些都留着 最大的敌势是中共 不是伊朗的,这是对的 他不要卷入伊朗 所以老美不是一般的通道清晰的 我跟你讲,这个战略理念很清晰 你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交班了 下台了,以前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也是 就是李光耀嘛 现在交给叫黄寻才了 这个消息对中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你看这一期塑料随意抛弃回首难 就是讲回首,讲环保 环保是应该搞的 还有全国肿瘤防止 在中国国内现在肿瘤特别的严重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认为就和不健康的食品有关系 再就是人的压力太大了 内斗 斗得不幸福 人只要你要身体要好 就是心心要宽广 不要激起来那些小事 想一想 每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听我这句话 我给你建议 你就到这里的墓地去留在一圈 墓地很多啊 你去留在一圈 我回来以后 啥气你不省 我就跟你讲 是吧 你再看药文区交里边 何卫东胜利了 看来何卫东打败了张有霞了 是吧 至少是板回一局 前一段时间 何卫东不批评张有霞是虚假战力 张有霞告诉习近平的地方 给何卫东好的诊 是吧 何卫东写检查 一个人越没出来 现在行了 又活跃了 这是我推测 不是这么料 就何卫东会见 五八革命武装力量 政治部主任 他为什么会见他 大家都知道 美丽的哈马纳 这都是大倒退 倒退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不就是这样吗 就搞这套名堂 是吧 你看 那个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吃的这个 五八 咱们这还偷听 美国字音 偶尔能听一点美国字音 就有这个 美丽的哈马纳 还有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加强管理 你看 保障性安居工程 这是讲什么 就是疏解社会矛盾 因为底子人老百姓造反 刚才不讲到了吗 各地风起云涌的抗争 其实是武装暴动 各地都有了 只是他不报道 你就想一想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些情况 是吧 你看黄山的暴雨安徽 这说明李克强的怨魂不散 广西玉林大爆炸 一个工厂的爆炸 很震撼的场面 你看看大纪元的新闻网吧 因为我这里不能播放视频 即使能播放也有版权的问题 人们对他们的保权 版权都是很在乎的 人们当时告你马懒了 你编辑的再好也一样 其实在做这个时事评论 编不编辑 没什么用处 就一分钟生命 明天有明天的事 说不定明天再打开 习近平抓下来了 中国大灭 完全肯定 我就给你讲 做好些思想准备 就这种形势很快发展 不一定哪天就出现大事 干渐倒下了不仅仅习近平 是这个制度垮掉 这个国家真的有前途 你看下一题 全国人大启动的农业执法检查 这也说到内度 因为赵勒基先生还是人大主任 你整我整你 执法大检查肯定针对属于李强的领域了 对不对 还有公安部 就是破坏生态安全犯罪典型案件 现在中国主要的利器是刷人 破坏生态环境 最大破坏生态环境就吸引民的邪理论 是吧 就这样的东西 你看现在到处都风沙弥漫 是吧 你看电动汽车招火什么原因质量太差了 就大干快上啊 就超产能啊 速度太快生产 不认真 你看这里哪有 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说哪个电动汽车招了 我是没看到一起 你看这 我走走到很多地方 到处都是就是那个电动汽车充电的 我跟他聊聊天 你这个车挺好 我看有的充电啊 唱着电影 我说免费的吗 他说免费 哎呀好多免费型啊 说我都很羡慕啊 但是这个我目前这个就做这个节目就不行啊 没有钱啊 囊中兇舌 这确实怎么开燃油车才二手 但是质量很好啊 我要告诉你们车最关键不是表面 就是代步安全的第一啊 像这样的你们最漂亮再漂亮有啥用啊 走一走招火了 今天招火还在不届发生了一期 福州你们看啊 大集园网站有啊 还有教育部洗脑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路选的一些题目等等等等啊 还有近期黄金价格或回调整理还能涨多久 这就开始行驶了啊 乱世长急了 你们感到未来不确定性 他战争来临就开始攒进快了 攒进快也没有用 我就跟你讲嘛 主要是粮食啊 当然粮食也不好存放啊 没有办法啊 人就是这样 财迷嘛 你看那个江泽民那个门上发大财 那个时代是古董字画 是吧 叫盛世送产了 到处整个东西 现在这些东西都流到北美市场来了 超便宜 你们买了啊 如果你们这样攒钱 我劝你们就是攒古董 因为这种价值升值 现在最好的入市时候 不是我忽悠这个啊 我不做这个生意啊 因为一些朋友做 我这玩一玩啊 其实这个视频 你们看的是一个角落 这整个房子 基本全都是 我跟你讲 有些东西还是很好的啊 就是这个东西比什么黄金呢 比你什么古四 黄四 好多了 我就跟你讲 真正是这个东西啊 因为假如这是川普上了 那24小时史上 习近平能抓起来了 说不定又出现一个像胡春华这样的人上来了 是吧 那可能还能 这个就这个市场 古董市场又这样起来了 是吧 就非常有意思啊 讲到这种详细 范增啊 我看有一个自媒体 我就不点他名字啊 那老兄 我跟你讲吧 你就你那个 见神不行 真的 不是我看不上你 我只是不愿点你名 他竟然说人家范增是人杂 你说不定你不了解人家 你真正接触接触 那人是真正有学问的 我跟你讲 我这一生见到最有学问的人 我还是比较敏感 那时候我在报社工作 我到东北财政大学那个专家楼啊 那时候李克姐邀请我去的 你想想 说有这么活动 你来一下吧 他知道我喜欢报道这东西 那时候范增是你的难力 难力是你的女朋友 北京市文化局 那女太漂亮了 我跟你讲 那皮肤才叫俗乳凝脂 完了范增写的字 就当面写字 然后出口成长 那确实学问 他说人是人杂 你一看你就是 我跟你讲吧 你听我一直劝吧 你好好读书 多读一读 你学一学 从自家自己 你就不这样表述 那不是 那是人间当中的 虚才 当然他有很多缺点 哪个人没有缺点 徐北红也有缺点 你看那个 蒋碧薇回路 也批评 徐北红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了 徐北红立刻在哪里 是什么创新 独存贫见 天见一意孤行 是他人生作用名 我跟你讲 那不是白给的 你为什么那么多画家 别的知名都赶闷了他 你在这开着台卖市场 卖的最好的就是犯罪 我跟你讲 有些人就为了这个点击率 就是非常可惜 所以就听别人传说 而且怎么怎么样 因为他们这个领域 内斗非常激烈 都互相瞧不起 就像作家的领域 他说他 他说世人领域 还有民运领域 各都互相别的 就同行死冤家 你不要听这些东西 你真正接触接触 你就知道了哈 他能成功 只有他成功的理由 包括企业老板 你想王建林能成功 那确实了不起 我跟你讲 不要吹牛 你看跟着王建林 干那些大脸日报 好几个我熟悉的记者 都想成为老板 你干过王建林了吗 吹什么吹 是吧 有些人我都 有些人跟王建林 当完助理 自己干一个 这个餐饮业 我就不讲谁了 最后干了也不成功 还不是 还得又回到报社去 办别的报 是吧 那和我熟悉不得了 我俩同事都六七年在一起 我要告诉你们 哪一行的人能成功的领军人物 都是了不起 真的 我跟你讲 今天反腐派方面 是最实在的 习近平是 有内斗是高手 习近平抓经济不行 外交也不行 城也不行 但是就是动人 学习毛泽东 这个东西 确实罗虎存情 今天又抓了 胡振华的助手一看 内蒙古辞的许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虐言此 此度此 对吧 抓了 今天中信委的网站 不光是他呀 还有一大批被抓的 你看 我今天打开看了 李克强老张 迎口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王柏盛 抓了 这是李克强 明显王柏盛 太熟了 检查机关对消心 涉嫌受贿提起工作 这是共情团队 这个今天新华人网站也报道了 等到下场可以讲讲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区局长 自鹏抓 这也是内斗 因为浙江我不了解到底哪条线 还有河南省商丘市政协 袁主席曾兆宝 这一看是汪洋的底细 李克强推荐的 你看 湖南邵阳市人大常委常委王永宏 这一看周强的底细 内斗特别的激烈 因为现在到了危难的时刻了 在这个时候肯定 狗咬狗一嘴猫 官员互相自行指责 互相退位 他说是他 他说他都逗习近平 给习近平提借 习近平就抓 抓成包装成腐败分子 等到下一场详细介绍一下 其他的内容 谢谢再见 敌人 敌人 敌人